台股今天真的是上衝下行 也太刺激了吧 我們之前分析是這個連八跌 今天本來想說 哇塞是不是連十跌了 沒有想到 哇今天真的是 戲劇般 厲害了 這要給大反彈 所以我今天特別穿一身紅 為了慶祝台股 所以拜託了 連續下跌的行情 穿才對啊 對啊 從今天開始每天穿紅 這個服裝有點難借 我們今天台股 來這個大反彈 我們要怎麼看待 之前塞公在這邊說 事情嚴重了 危機很大 那麼今天這個紅棒怎麼解讀 OK的嗎 OK 好 這樣子講 現在呢 今天的反彈呢 它本來就應該反彈了 什麼 對 你講本來就該 我就有點心涼一下 我們是放馬後炮的 這是一定的 OK 好 為什麼我說 它本來就該反彈 因為呢 它跌升 就是最大利多嘛 跌了十天了嘛 對 連跌了九天半了 對不對 九天半啊 九天半 然後從呢 這個18034 跌到今天盤中低點了 跌了多少 1400點 對 跌1400點 所以它跌升 本來就是一個最大利多 然後呢 它的技術指標呢 也嚴重的賣超 那什麼技術指標呢 就是這個RSI 大家看一下 這個RSI呢 六日的RSI 到昨天的盤中的低點 是多少 11.86 11.86是個什麼概念 對 什麼意思 從去年的3月19號 大家還記得那一天 這個烏雲密布嗎 這個 這個大家都很心碎的那一天 很恨沒有買的那一天啊 對 在那一天之後的RSI 昨天是最低點 那一天 8523之後 最低點就是昨天 對 就是昨天 那所以呢 它已經是怎麼樣 已經是一個 嚴重超賣的情況了 所以它本來就應該要反彈了嘛 是不是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呢 昨天跌破了半年線 對 這半年線 對 昨天跌破了 然後呢 就頭肩頂的頸線也跌破了 這個是16733 16733也跌破了 OK 那跌破了本來就應該要反彈 所以 短線跌太多了 對 這個都是呢 技術面的因素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呢 政府救火 對 對 聽說啦 聽說 有人跟這個 我們一些券商的朋友講 他說他們有聽到一些人 跟他們交代就是說 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OK 好 小白的哀嚎聲有聽到 對 大家都有聽到 就當沖降稅延期有望 所以呢 今天你看 今天震盪的幅度有四百零九點 四百多點 對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頭好暈喔 對 今天很多人就暈船了 沒有錯 早盤賣的人應該 到現在應該還在吐血 再掉點滴了 OK 今天早盤在賣的人 真的是會吐血 所以呢 這個盤勢呢 我們是認為說 今天反彈 是一個正常的一個走勢 那只是說 它會就此之後開始呢 要展開一個這個波段的漲勢呢 是一個短暫反彈 還是一個回升行情 又攻勢在期 對 那不但是這個禮拜 要站上二十六週線 下禮拜第二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 季線 要收復季線 一萬七千三百多點附近 對 沒有錯 那到下個禮拜 可能到一萬七千四百點 再來就月線也收復 希望節奏這麼順暢 這個一個禮拜收復一條線 對嘛 那麼這樣子一來的話 那一八零三四突破不是問題 兩萬再也一樣不是夢 對 OK 可是呢 我們想太遠了啦 現在還在這裡 有個淡書 萬一 接下來的兩個禮拜之內 它又把今天盤中的低點 一六四一八跌破的話 那麼呢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剛才那樣日線圖好不好 OK 一六四一八 對 這裡 對 它是一個頭肩頂 就確立了 因為呢 它今天是把這個左肩的 左肩的低點跌破掉了 所以它基本上來講 跌破左肩 它本來就該有個反彈 那現在如果再度的跌破的話 會怎樣 就變成葛蘭币八大法則 就發生作用 發生作用的話 技術面來看會 你畫得有點誇張 已經跑出這個 我們兩個都不聊了好不好 這什麼意思啊 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你這個一畫都萬事以下了 沒有啦 不要嚇死大家 對 差不多在這邊 差不多在這邊 那機率呢 發生這種慘案的機率 發生慘案的機率 大概是六成 六次 是六成 除非國際股市 除非國際股市 你就每天穿紅衣服 跟它對抗 對 從今天開始念力願力 一起來 你每天穿紅衣服的話 我每天來我就講好 OK 好 那麼 這個是六成 那大概如果說 能夠直線上針 這邊 這邊的反彈 如果要回到多頭格局的話 絕對不能 這個 這個猶豫 一定要一口氣 一直往上走 要一鼓作氣 對 一定要一鼓作氣 一直往上走 那這樣子的話 就把這個頭肩頂的形態 給破壞掉 這個大盤18034就不是問題 就再重新回到這個 多頭的正軌 沒錯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一兩個禮拜 是非常非常關鍵的時刻 好 那當衝 這個可以再期待了嗎 其實 在過去這十天 九天裡面 其實大家最擔心的是什麼 成交量一直不見 對不對 因為一直不見 大家就想說 這個好像是因為當衝 這些當衝客的都退出了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 現在台灣股市裡面 很多的大戶 其實做當衝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很大戶 那這些大戶 他們幾乎就成為了 我們盤中的 這個我們台灣股市的一個 算 還不能算是雞嘴股 那麼至少也是一支 這個大腿股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退出了 那成交量立刻就縮小 立刻就縮小 所以現在市場上傳說 就說可能會繼續延期 對不對 當作從銷降墜的優惠 可能繼續延期 所以今天我們就看 它立刻呢 這個成交量立刻就回來了 回來到了這個4100億 那麼我們要看一下 就是說什麼樣的這個成交量 才算是一個正常的成交量 大家看一下 5月份以前 這個現股當中比都在34%以下 最高34% 大概30%左右 那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因為股市裡面 你沒有這種投機氣氛的話 這個死水一片 那這個沒有用的 還是要有這種活水在裡面 那扣除掉當沖的金額的話 正常交易的金額 每天的平均成交量 差不多2500到2800 對不對 那到昨天呢 昨天的這個當沖比是38% 它是快速的下降 38%那昨天的成交量 也只不過2000多億而已 所以呢 它的這個正常的成交量 只有剩下1800多億 不到1900億 那太少了 那太少了表示呢 這些的這個大戶呢 不玩了 你不讓我當沖 那我不要玩了 那大家看誰厲害 對 都不做了 對 休息觀況 對 就在開始耍性子了 那麼OK今天一回來 好 通通回來了 那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上檔的這個套牢壓力很大 對不對 那它真實的套牢壓力 到底有多少呢 應該是這樣子看 因為5到7月的時候呢 平均當沖比是 每天當沖比 反正44.9% 反正45% 對 所以呢 把它扣掉了以後 每天正常的交易金額 正常要2800多 對 所以呢 要把這上檔的這些套牢壓力 消化掉的話 需要多少量 正常量的2900億 就可以過了 OK 就沒有算東沖 要差不多快3000 2900之 對 對 就可以過 量先回來 大家信 其實量回來就是信心回來 信心就回來了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看這個當沖 當沖的量 還有它實際的金額量 如果呢 能夠維持在4000到4100到4500億 之間的話 其實就有機會 這個突破 這個 16418不能夠破 這個技術分析的部分之外 還有當沖的這個 我們實際上的量 每天要只有2800到2900 才會回到一個比較安心的 正常的一個多頭格局 繼續往上攻 好 那另外來看 航海王 我就說今天很多人暈船了 暈吐就是這種感覺 在陸地上也會有暈吐的感覺 就是發生在今天 OK 好 那其實這個航海王 其實大家看一下 自從開始有疑慮 大家想說 這個當沖 是不是還能夠延期以後 那麼這個航運股就開始跌了 而且他們成交量也開始減少 為什麼會呢 因為其實在5到7月 絕大多數的當沖 都是在這個航運股上面 所以你看一下 這是航運股的月線圖 大家看一下 5、6、7月 他們的這個當沖的 這邊是個當沖的平均的數量 這個曲線 你看在7月份的時候 它的當沖比是多少 百分之六十四點七 我這樣子講 講難聽一點 正常人只有百分之三十六不到 其他都匆匆的 對 其他都非常人 所以其實它的籌碼是不安定的 對 籌碼混亂 所以它必須要休息 那今天呢 它之所以能夠漲停 我認為這個幾乎都漲停 我認為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想說 又可以來衝浪了 哇 大家開心了 所以他們又拉起來了 恢復衝浪行情慶祝 對 慶祝一下 可是我必須要還是 大家看一下 一排全部漲停板 對不對 包括長榮 陽明 台華 都漲停了 好 那代表他的信心該回來了嗎 他在整理的這段時間之後 OK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我還不覺得 我不覺得 為什麼不覺得呢 其實呢 每個人都知道 這個大家看一下 長榮的這個上半年的一貼紙 對 十五塊 那本益比很低 對 我用白癡這個操作法 乘以二就是三十塊 陽明知道 三十五塊 所以你算那個本益比 才那麼低一點 所以大家抱著人 都捨不得賣 對不對 那很多人就講說 他再殺下來的話 那麼我們就敢賣 這廢話 你再殺下來誰都敢買 每個人都敢買 對不對 那個本益比呢 還不到兩倍 你敢不敢買 當然敢買 是不是 所以他會不會殺下來 不會 那可是會不會拉上去呢 也不會 會不會再像之前標 不會 不會啦 為什麼不會 因為現在一堆散戶套在裡面 對不對 我們講 人家講韭菜 那個是太殘忍了 因為還沒有收割 都不叫做韭菜 那麼所以很多人 他們散戶套在裡面 你拉起來幫他們解套嗎 當然不要 所以我認為 航運股 一段時間會呈現 橫向區間盤整的 韭菜的命運 還是沒有辦法被改變 很難 好 大家看一下 其實呢 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籌碼的變化 在最近已經開始 變得比較好一點 那可是呢 問題是在這裡 幾乎你看 套牢的人幾乎都沒有 散戶都沒有走 散戶沒有走 散戶死不得走 對 20日融資餘額還增加了 這個長榮 還增加了三萬一千張 只有呢 陽明還有萬海 它的融資餘額是減少的 然後呢 台華它是增加的 所以大家不肯走嘛 你不肯走 就不可能拉起來 那你長榮的K線呢 大家可以看 它跌到這邊來 事實上我認為 他們應該比較 比較最有可能的方式 就在這裡整理 是一個同向區安盤整 然後呢 下一波 如果有下一波的話 會怎麼樣 去拉別的股票 反正也不是拉航運股 不拉航運股 我今天如果是 航運股結束了嗎 我今天如果能夠 控制這個盤勢的話 我不會去拉航運股 我會去拉別的股票 譬如說電子股 譬如說台積電 為什麼 拉台積電 佔指數啊 輕輕一拉 那個就衝過一萬八 對不對 所以它會拉別的股票 電子股 譬如說電子股 拉上去 這個電子股已經漲了一倍了 我的股票 我還沒解套 受不了 受不了 跑去賣掉航運股 換電子股 然後呢 航運股開始漲 你一定要把韭菜的命運 講成這樣嗎 情何以堪啊 對 這個沒有辦法 我們在股市47年 一張賣之後 悲從中來 對 沒錯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要這麼折磨人 這可能性是最大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最大 所以投資朋友在操作上 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這一波證反彈的話 應該要做調節 航海王 既然三個月都沒什麼機會 我覺得的話 看看是不是要換股 是不是換股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